在阿根廷的一位小侨胞才9岁利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3000个口罩寄回来帮助家乡来解决口罩短切的问题 在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侨连主席陈世海向记者分享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全球各地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 他介绍疫情期间共有41个国家的96个华人社团向福建捐款捐物 海外华侨华人对故土的情怀令陈世海十分感动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 海外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守望相助 并为中国医疗专家组在海外开展工作分享经验提供助力 福建的医疗团到意大利去开展医疗援助活动的时候 福建籍的海外几个社团他们联合起来包下宾馆提供火石 包下车辆为医疗团提供一系列的帮助 让他们更方便的为当地的意大利的医院来开展医疗执行活动 还有华国有一个福建籍侨胞给当地有关机构赠送口罩 也给我们的侨胞荤送口罩和中药包 陈世海介绍 在此期间 中国侨联通过多种方式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帮助 一共分8批向60个国家131个社团赠送爱心健康包 根据侨胞的要求 组建了30条微信执行的服务群 邀请医生 中医师 还有心理医生 陆勤为海外侨胞提供中医和西医和一些执行的服务 提供预防支持 陈世海说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生活与情绪都较为稳定 中国侨联将持续关注海外疫情动态 及时了解华人华侨困难需求 此外也将关注侨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与疫情期间海内外文化交流 现在有些海外的贸易 海外的工程受到影响 另外就是有些海外的工程师 有些专利人员过不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尽量给乔治企业 能够提供一些服务 使他们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病毒是阻断了我们的往来 但是我们的文化交流 我们的亲近交流不能中断 所以根据中国侨联的安排 最近我们举办了两批的亲亲中华 为你讲故事的网络夏令营活动 我们在五个国家 举办了14个网络夏令营 在微信平台上利用新媒体的技术 分享故事 推广这个文化